在一个世界杯谷波论坛,沉大师与我亦在其中,经过九日九场比赛之后,我连赢九场,大师就两胜一和六负。论坛中有人说不需要考虑,只要找大师做明灯便可以,令到大师甚为烦恼。 他说做灯做到厌,大师不是澳门人,不知道一见年澳门人也未必知道关于明灯的事。什么人要找明灯,就是那些书到经,但又要继续赌的人。如果是顺风顺水赢紧钱,为什么要找明灯指路?所以,找明灯指路的人其实比做明灯的人更惨? 其实,赌钱的人十赌九输,根本不用找明灯,只要随便在赌场找一个赌徒。当他书清光,找他做明灯的人就会赢到盆满钵满。我在农历年初时与大师一起与有线做节目。 节目明清是两盏明灯要鼓楼。有听众说今年会买楼。因为我看淡楼市。我奇怪哪位观众为什么要等到供应大增?利息上升的时候才买楼。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在过去很多年都看好楼市。 而他一早已经认定我是明灯。我看好楼市令到他不敢买楼。到了现在我看不好楼市。他就够胆买楼。其实,我不大了解他的概念。或者他并不是顶白。 而是顶红。想不输死都不行。而事实上投资股票买楼是有别于去赌钱。投资是可以替造商赢局面。无需刻意跟红或者顶白。只要跟着自己实力以及概念去做便可以。 有运固然是好。就算无运。只要有能力挨过难关。到最后都会是胜利者。大家记住,说要找人做明灯。即是说给对方知道自己比他更惨。要靠他打救。 你可以帮助。 ях unal